Dude the beat We got to shake Dude the beat 終於來到就是銀牌籃球賽的決賽 將會由這個就是銀牌的三連發 藍華莫鬥永倫的 今天全場爆滿了 據我所知 有些球迷兩點幾鐘 已經來到場館這裡 是等買票 可以說是大戰一速即化 那這場球就是 越來越冠軍的藍華 一定要贏才能夠打多一場 否則的話 永倫才會提前 拿銀牌的冠軍 不要跑那麼多 馬上看球 誰說本地籃球不好看的 這晚灣仔修頂修外場 座無虛席 超過1900名的球迷入場支持 男子高校組大戰前陣 亦上演類似高級組的決賽 由轉為白色衣服的福建 對戰藍華 由於福建較早前 是對賽擊敗的藍華 因此藍華今場一定要贏 才能夠打多場爭冠軍 兩隊細軍力敵 不過藍華在最後一指 發揮得較好 最終藍華以61比53 戰勝福建 所以4月2號 要再鬥多場爭冠軍 晚中期待的大戰都要開球 球場內分成兩大陣營 為到自己喜愛的球隊打氣 催氣棒棒 鼓大棋 什麼都出齊 和金戰士永倫對上一次 拿銀牌冠軍機器 是02年的時候 而陣中的老將蔡方宇 很期待個人第11次 拿到銀牌冠軍 至於對手藍華 早前有不敵永倫 跌落副方 上場掩承飛鷹 復活上回來打決賽 比賽開始 洪森的藍華 今場繼續有主長譚瑋陽 恩雙缺陣 先發正方便 包括前鋒周彥雲 劉子健 中鋒惠龍兒 後衛有羅彥琼 和周家駒 海波的初段 看到藍華 都兩個三分球 領先6比0 至於永遠方面 中鋒有33號的程建文 配搭著前鋒 方食二 曾營堅 後衛有潘子豪 和鄉政強 前三場沒有狀態的潘子豪 今場回勇 首節的比賽 獨取16分 當中抹到3球的三分球 藍華首節領先23比22 看到第二節 永齡派出提捕球員上陣 前三場上陣 較少女兒坐位 表現相當搶鏡 比較兩隊的內線球員 永齡的新功明顯是輸蝕 但拼經和技術都補回了 看這球球 黃鎮偉 男帝建功領先到30比26 昔日的福建主將 兼車前港隊成型 呂坐位在第二節 進入了6分 協助永倫除得領先 由於藍華在第二節 破解不到對手的聯防 變得半場 以32比38 落後給永倫 換邊之後 看到22號的方誠義 越打越好 這位被譽為港版的到位後悔 上場對戰藍華要20分 今場的外位都不錯 其實方誠義不單止裸分和搶藍華很厲害 連助攻方面一樣 這球球球 我交給程建文 男仔建谷 拿到46比34 不過藍華這一刻都睡醒了 繼續打個燕西歐 衛龍而傳分 被周建文起手 落下的藍華隊想追分 唯有靠三分球 今次交給他們的射手 劉子健 再看到第三節的尾段 藍華剛才羅爾庭 都說來過三分球 追著落後48比50 而在羅爾庭的大令之下 尾段向永倫 打出一段19比8的攻勢 流動量成功貼面 追著53比54 結束第三節 到了最後一節 永倫得分王鄉 正球在底四節 認識了三分球 拉到六分的差距 兩隊開始拉鋸 周建文為藍華拿回兩分 藍華球員在防守上面的鬆散 方誠義輕鬆跳射 領先的六手不比55 反觀永倫的防守 做得相當之好 周型兼偷截 帶上前場 面對著防守者 未怕過 差點去羅爾庭面前一蹲 藍華追分 都說要找射手來自健 底線的三分球 追著落後4分 其實永倫今場 打多了很多 Pick and Roll的檔次戰術 方誠義上下 受到干擾 對羅爾庭的快攻 押著潘志豪 整個拆板 追剩兩分 再來另一邊 檔次的戰術 方誠義假動作 仰尾對手 殺到籃底 他今場又全場最高的22分 看了這麼久 指盤藍華對於對手的 檔次的戰術 未有破解的辦法 令對手又減少出手機會 對著潘志豪今場 及時回勇 他今場 入了一個人本屆銀排賽 身高20分 這球還卻是N1 再到比賽的尾段 南蛙繼續力追 華盛都是前三屆銀排 冠軍得主 不可以放棄 他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周駕區 在無人看遠的情況下 入了這球三分球 追戰70比72 之後永倫再組織多個攻勢 Undersize的呈建文 大概硬爆衛龍儀 轉身學M1 他們冠軍很接近 比賽時間剩下最後一分多鐘 南蛙要採取犯規的戰術 不過潘志豪射身了首個佛球 很好冷靜射第二個 雖然南蛙今場有五名球員 得分達到雙位數 但永倫今場成功凍結羅爾庭 是主要的關鍵 羅爾庭入了全隊準高的十六分 來到這一刻 永倫的後備職格球員 都開始準備慶祝了 那結果永倫以七十九比七十三 成功擊敗南蛙 今屆呢 全勝的姿態之餘 亦都相隔了九年 再度奪取本地銀牌籃球賽的冠軍 一、二、一、二、一 好了 恭喜美麟 失落了801的銀牌 終於藏團冠軍 恭喜 很感動 今天我們看到我們這群球員 隊友管理神教練 真的打出團隊 我們看到每個人都拿去很招命 終於我們這場球 在很成功的步驟之下 冬結了我這隻 拿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很感謝我的隊友 很感謝我的玉璃球 讓我可以再一次拿到這隻杯 那玉璃球員 接下來聯賽你們是很有信心的嗎 希望 因為對手其實就是 詩姨和喬基雄 他們今天都其實打得很好 希望其實聯賽也是越遠過 最重要是這場方案 村長 發牌多些球員進來 支持我們香港的本地籃球 好 希望祝永倫繼續在聯賽 緊續一步 我們再次恭喜永倫 耶